欢迎收看洪流洞见 在世界洪流中带您洞见未来 我是洪淑芬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前内政部长 也是台大教授李洪源 老师好 淑芬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上一集呢李教授谈到了 对于目前呢 民进党所执政下的台湾社会 所看到的乱想 还有价值观的扭曲 其实对于年轻人 对于下一代的教育 其实也蛮担忧的 那我们看到说 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台湾的认知 跟上一代对台湾的认知 似乎是不太一样了 再加上最近我们看到 因为老师在台大教书嘛 36年 36年 接触到的学生也非常多 年轻人也非常的多 你对学生的了解 他们在国家认同上 是不是跟以前不太一样 再加上最近20年来 两岸关系的变化 对于在教育上 是不是也有一些的改变 跟一些新的发展 我想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大概就是60啊 60以上的人 我们从小接受的是 我认为了是个非常完整的 这个中华文化的一个教育 其实我们当初编我们 国文课本啊 这些 这些都是当时的精英 所以我们我也非常感谢 有那一段成长的经验 虽然我们小时候台湾是一个蛮穷的地方 蛮穷的国家 但是我们文化上非常丰富 就是说我们可以 可以这个漫游在中华文化的这个熏陶里面 这是我个人认为啦 也许也不见得我们 那个时候普遍其实大家的 生活水水面那么高 可能有很多的物质条件 物质条件完全没有 对 完全没有 然后基本上其实是 因为你就知道那时候刚刚 从战后复原十多年吧 那时候民国四十几年 我在成长的时候民国五十年 60年代 其实刚刚在复苏 是大件的时候还没开始的 台湾基本上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地方 其实我们那时候靠很多的美元 靠很多的这个联合国的援助 我们才可以慢慢慢慢慢慢这样子给站起来 但是在教育上面 我个人认为那是一个还蛮完整的 一个一个中华文化的教育 然后其实那一些当时所读的书 从其实到了今天 我都还觉得蛮受用的 老师包含是不是像是四十五经啊 四十五经 中华文化的书籍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 影响都很深 影响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小孩 我在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有国语日报 国语日报每个礼拜 都有一个专刊叫做书语人 然后就介绍什么 介绍古文观子 介绍古文 然后我就对 我就每个礼拜就在等 国语日报的书语人 很期待对不对 很期待所以我都会 很渴望那种 就是说从书上的教育 然后那种新的一些 一些书籍上的一些想法进来 就是你可以让你的心游荡在一个浩瀚的一个古文里面 我觉得对我来讲 当然我的同学有了很多同学是觉得很苦 然后我比较奇怪 我很喜欢背书 然后也可以感受到在那个里面跟文化的连结 我觉得就说身为一个人 其实非常重要的是你要了解你的根在哪里 就像以前我们小时候 当然我们被教育成中国人 所以你要是在以前问我 尤其是在美国我们在留学的时候 你问你是哪里人 我们毫不犹豫说我是中国人 然后成绩何时 现在的氛围 你问我说你是什么人 我就要稍微犹豫一下 我要是讲说我是中国人 人家自然会觉得说 那你是不是赞成统一 那我要是讲说我是台湾人 那大家就会想那你赞成独立了 其实台湾很可悲的是 我们是中国人 文化上我们也是台湾人 我们血缘上是跟中国是切不开的 那我们为什么为了某些人的政治的意义 硬要操作成 我一定要把中国人跟台湾人做区分 其实他是不需要区分 他也没有必要区分 其实对我来讲 中国这两个字 其实他有好几个层面的 他有历史的中国 那是我们不能否认的 我们本来就从那边来 我还可以告诉你 我还可以背我们家乾隆 五十一年来的时候 我们家在福建的柱子 我都还会背 再讲一次 福建省泉州府安西县 福州湘潜在错感化你 就是说这个是台湾人 这就是我们的根 那这是一个文化的中国 这是一个历史的中国 但是还有一个中国 叫做政治的中国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把 因为政治的中国 你把这东西全部都搅在一起 我们跟中国大陆是什么关系 事实上是可以谈的 还在一个过程里面 但是你不能因为政治的中国 你就全面去中国化 你全面去中国化的 中国化的结果是什么 你把你的根斩断掉了 那你根斩断掉以后 我就常纳闷 因为他们常常很多人跟我讲说 现在什么教科书历史 已经教到三国 三国以前不教了 那我就很好奇 那你每天就关地庙 你拜什么 你连关公你就不知道他是谁 你看三国演绎 你都看不懂 因为你历史没教 还有呢 我今天再提醒各位 三国演绎 是一个最大的文化创业 是一个非常大的文化创业产业 你看多少的这个什么 什么电玩 手游 日本人因为三国演绎 西游记赚了多少钱 人家画漫画 充分的发挥 我觉得我 就是说 其实里面是有很多商机的 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元素 这个读书人 对这个文学有兴趣的人 你可以在这里面专研 有人想要从里面变成创业产业 这里面有太多太丰富的东西 我们不能因为这样 因为你为了政治因素 你就把这个根把它给铲掉了 我请问你你 你今天课纲要这么改 你今天的历史史观要这么改 难道就是你们几个人在立法院举手 我们就要全盘接收吗 什么时候民主变成只是在算人头的 民主从来不辩论的 你也不问问看说 你今天课纲这么改 你家长同意吗 第一个 而且我们今天很不应该的就是说 今天这些小朋友 他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的 就是我今天因为我上学 你们把教科书变成这样子 我就学了这个东西 然后等我长大 我发现根本不是这一回事 你反而让我造成 我自己认同上的这个错误 其实我是有很多的切身经验 就是说 就是大家一直在诟病的 白色恐惧 白色恐怖 所以我们小时候在 某些的讯息接收是偏差的 当然那时候有禁书 很多书不能看 228是绝对不能提 在那样的环境 在那个环境 那样的统治的政治的情况之下 政治氛围里面很多东西是 不能碰的 那就是忌讳 那就是因为不能碰 所以他把它盖起来了 那盖起来以后呢 那等我们到了国外去留学 我们接触到另外一面的讯息 你就会觉得说政府为什么骗我 所以很多的人 尤其是像我们所谓的本省人 到那边很自然的就会倾向 同情台独 就是说我们认为 我们把我们的东西全盘否认 全面的被扭曲了 到那边接触了另外一边的讯息 你就一下子转不过来 所以在美国六年 其实坦白的讲 我70%的时间 基本上是讲台语的 我并没有 基本上就是你会排斥 后来等自己回到台湾 再慢慢的成熟以后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事情不是这样子的 事情是有两面的 有另外别的面向 就是说你 你把这两个面向 有越南你接受教育的那一面 跟你在国外接触的那一面 其实都有某种部分的扭曲 你今天慢慢慢慢慢慢 你把它整起来以后 你自己要是有一个 很严谨的一个逻辑训练 就会发现说 其实这过程没有对跟错 它就是历史 它就是发生了 然后你慢慢就会产生 一个不一样的认同 把自己摆到中间来说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统一跟独立 不是不能谈 是可以谈 但是问题是今天 我们也必须讲 这个过程还在走 可是现在非常重要的是 其实我们很遗憾 在马英九那八年 我也在政府服务 其实从陈水扁开始的时候 他们把课杆改了 这是在那八年 并没有把它改回来 这个其实是一件 蛮遗憾的事情 然后蔡英文再上来 再更变本加厉 结果我们现在很担心的是什么 一年一年 你看几年的 陈水扁八年 蔡英文八年 十六年 十六年 这一 还有加上马英九的 这个八年 就二十四年 这二十四年 是一个世代 这世代的这些年轻人 他所接受的 的这个讯息 或者是他所接受的教育 就把他训练成 他是一个台湾人 就是你的标本图板上讲的天然度 对老师在学校教书三十六年 三十六年前跟现在 对于年轻人 他们对于国家认同 完全不一样 然后再加上我们对中文的教育是很刻意的 就说时数是不够的啦 其实就是说像我们小时候其实国文花了很多的时间读 可是我可以讲真的经验 我在台北县的时候 我就问那个教育局的局长 我们一个礼拜上几节中文 我的教育局局长跟我说 我们上六节中文 我说六节中文够吗 他说当然不够 我们很多的古文都没办法教 我就问他说那 那应该要几节 他说至少八节 我就跟他讲说 好加两节 你知道加两节的代价是什么吗 加两节台北县政府一年 一年就要编七千万的预算 就说两节我就是七千万的预算 为什么多这两节要多这么多的预算 你要教材你要师资你要什么 就是多了七千万的预算 然后呢 这个消息 而且我那时候还去拜访于光中 于老师 请他帮我们写我们的那两节的教案 教案我还真正去拜访他 他也很高兴说一个工程师 怎么会对中文这么重视 我说那是作为一个 一个不管我们叫台湾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我们要非常了解我们的根在哪里 而且更更有趣的是呢 就你的图表的那一位教育部长 杜正胜先生 但是说他是教育部长 这么短的时间 教育部发一张公文给我们台北县政府 纠局我们 他说你们凭什么多加两节中文 你们要是要加两节中文 我教育部不给你补助 我们教育局长吓坏了 他说怎么办 杜正胜部长说 不给我们台北县政府补助 他问我怎么办 我说把那张公文丢到垃圾桶 我们交 两八节中文 其他的钱另外想办法抽 老师真的很有气魄 因为一个人不管你的政治倾向是什么 你连你自己的语言都讲不好 你连自己的根都找不到 你连你自己的这个 的这个文学你都学不好 我我不认为那是一个正确的教育 没错中华文化其实是一脉相传的 教育不应该说变成是一种政治的手段 我们要看一下老师刚讲到这张图 其实这张我们把它标题写为 天然独的产生气骂 因为我们看到这几年来 其实呢在教育上面不断的 想要去中国化的这个部分 从1994年就是李登辉的时代 他那个时候授权了李远哲 领导下进行的教改 把国小的生活跟伦理取消了伦理 国中的公民与道德取消的道德 那么在国中增加了认识台湾的课程 高中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 改为是选修 所以在那个时候开始 台湾教育就走出了 去中国化的第一步 好接下来在2004年 民进党上台之后呢 刚刚老师有提到的 教育部长杜正胜 他提出了一个同行人的理论 那个时候就强迫下一代要先接触台湾 然后再接触到中国 所以在小学六年上的国家认同上 只教了台湾 中国元素呢遭到了剔除 到了2019年 当时教育部长潘文中 他讲到了 12年的国教的克纲的重点是在核心素养 所以他认为去中国化跟文言文的比率 并非是一个考量 所以在国家认同上慢慢的就倾向于 就是把中国的因素去掉 但是老师刚刚有提到 我们是一脉相传的 我们在中华文化上面是从中国大陆那边 一脉的传过来 这个部分其实就像老师年轻的时候 非常的有在那样的古文的一个世界中 但是现在孩子跟以前的孩子 其实已经不太一样的 对国家认同是完全不同的 我觉得是这样啊 你先真正的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的根 你当然就会发现说 对 我们是台湾人 但是你也会更会发现说 当然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为什么要否认我是中国人呢 我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兴趣 其实我到 我不排除去墓园 我到墓园去 我都会很注意说哪一家的唐号 就是在墓碑上刻的 那个叫做唐号 或者叫做郡王 是从哪边来的 你就会发现说 我们的墓碑里面 没有刻台湾 全部都是大陆的省份 都是大陆的省份 这个影昌 姓陈的一定是影昌嘛 我们姓李的不是龙溪 像我们不然就是安息 有的是唐号 有的是郡王 就是说 那个姓李的还有赵骏的 我们礼还分两支 有赵骏的礼 有个龙溪的礼 就是说你会发现说 很多人都没有注意 其实我们怎么可能跟 中华文化来切割 不可能 你们家的牌位 我们先人的牌位 上面写的全部是大陆的地名 像我姓洪 我的祖父 他上面的碑上面写的就是敦煌 你们是敦煌的 所以是来自于敦煌 其实从这边 你就会trace back到很多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家的祖仆 一路追到战果的 所以我今天早上还把它拿出来看了一下 我没有背了 但是我没有倒背如流 倒是我是相当清楚 就是说你会发现 你们在这样我们家了 这样子的这样子从 从赵原 到了秦国 入秦从秦进到 跟着到了咸阳 后来经过五湖乱华 我们在北魏 然后后来 我们是唐的皇族了 或者说到了唐 然后那个唐灭亡以后 我们五代住在哪里 然后最后到了山东 所以我们在山东住了400年 再从山东随着北宋灭亡 跟着到了南宋 南宋到了到了这个临安 然后最后 不是最后 在南宋不久 我们就搬到泉州 然后在泉州又住了 住到清朝 乾隆51年搬到台湾 所以你就会发现 历史是活的 它跟我们的 所有的这个根是息息相关的 你不可能一刀把它切断 就一个人你要是不知道他的根 你可以知道你的根 但是你刻意的把它斩断 我觉得那是一个蛮大的损失了 真的是一个蛮大的损失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 要演要很骄傲的 其实我很骄傲 我觉得中文要学得好 英文才会好了 有的人讲说你中文不要学 就去学英文 觉得那是本末导致 中文学得好 你英文才会好 那我比较骄傲的是 起码我这个年纪的人 我在大陆走动 大陆人很羡慕我们什么 你们会看繁体制 我说对不起 叫正体制 他一点都不繁 你们 我们到庙里面那些卑文 我们看得懂 他们不见得能看得懂 这是我觉得那是我们 可以治好的地方 就是说台湾其实保留的 中华文化非常精髓的部分 第二个我们这一辈的古文训练 比他们好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是我们应该值得骄傲的地方 但是我们今天反而 把我们的优点把它给斩断了 你看全世界 我现在碰到很多的外国朋友 都在干嘛 都在学中文 因为不可会言的是 大陆是未来 不是未来 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过去是最大的工厂 现在不见得是 但是他已经是 他在慢慢着 慢慢长大了 在慢慢着起的这个状况下 其实他会变成 慢慢的美国以外 他已经变成世界的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中心 就是不能会言的 不管你喜不喜欢他 那都是事实 我们也不能不去承认 有200万台湾人是住在中国的 那我们今天把大陆关系搞那么坏 那我请问你 那200万的台湾人住在那里 他如何自处 就是娘家跟这个地方搞的 关系搞那么坏 这人家怎么自处 而且你在想 这200万的住在大陆的台湾人 他的小孩要是在大陆的学校 在大陆的环境成长 他自动就会变成中国人 那我们如何希望说这200万人 跟他的子孙认同台湾 未来还有机会 可能可以愿意回到他的故乡来 那你觉得我们在这操作上面 能不细腻一点吗 更不要谈我们有40%的货物 卖到中国大陆 那你觉得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客户 把关系搞坏了 你觉得我们东西卖得出去吗 那我觉得说与其对抗 为什么不再利用他们的 这个往上涨的这个momentum 把我们带起来呢 因为其实台湾 我也必须跟各位谈 我2012年代表那时候宋楚瑜 亲民党也在选总统 所以那时候我就代表 代表亲民党 去参加一个很奇怪的辩论 外交政策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人 我们那时候亲民党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源 所以宋先生说 那就你去吧 结果民进党来的是谁 吴钊仙 现在的外交部长 带了一堆资料 国民党来了一个 英文非常流利的一个年轻人 我还真的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呢就带了一支笔 而且那天辩论是什么 是外国记者 是英文辩论 你们用全英文辩论 当然 来参加的全部是外国记者 那我就跟他们讲说 我是工程师 我外交绝对不是我的专业 但是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们 台湾的台湾没有什么外交关系 台湾的外交关系的前提 就是两岸关系 你两岸关系 会界定你所有的外交关系 这是reality 然后就然后呢 我们在执政的时候 那时候在做什么 桃源航空城 这么大一个桃源航空城 其实我在内部讨论的时候 我是觉得台湾有市场吗 因为我们台湾这么小 你有这么样一个需求吗 除非 除非跟大陆有某种合作 你才有可能有这么样一个市场 那我们过去亚太营运中心 在李登辉时代的亚太营运中心 最后也没有发生 我们所有喊的 所有的口号都没有发生 为什么 因为在这过程里面 两岸关系产生的非常微妙的变化 那到以前我们 在跟这个大陆还有善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刚刚凯格开放 台湾有个很重要的角色可以扮演 叫做Gateway to China 就是说外商要进到大陆 其实台北是一个蛮好的中继站 叫做Gateway to China 可是慢慢的 他们越来 他们也越来越进步 甚至很多地方都已经超过我们了 他们海外留学的人也越来越多 其实我们Gateway to China 这个position就会越来越淡 这个都是事实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 国际化 全球化 其实我们要审慎的 这个做出的决策是什么 我们要知道说 今天其实中美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 两大国之间他们在博弈 那我们在这中间 我们是人家的棋子 你看这两天的发展 是我们当然是人家的棋子 可是问题是我们当人家的棋子的时候 我们如何在这里面找到自己可以生存的空间 而不是像过去一面压宝 就是说你压单方 压单方万一呢 过去蔡英文不是压 当了川普吗 结果川普没当选了 大家搞得灰头土脸 就是我们是一个小国 你就必须认定我们是一个小国 在这里面我们如何迂回 如何找到自己的利益点 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也好 过去的政府服务 告诉我的同事也好 我们永远 台湾人要永远问自己三件事情 我们的strength我们的强项在哪里 我们的capacity我们有多大能耐 你可以吃几碗饭 第三个最重要的是我们的limitation 你有多少局限性 台湾人常常忘记我们的limitation 常常忘记我们可以吃几碗饭 所以讲了一堆不应该讲的事情 做了一堆不应该 讲了一堆不应该说的 做了一堆不应该说的话 做了一堆不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把今天陷到 这个僵局里面 你不觉得在买疫苗 在整个疫情发生的时候 一开始所有的东西 都是政治在炒作 一门到今天还在政治炒作 那你今天从这个疫情看起来 你把自己逼上一个墙角 你根本没有必要 没有人逼你 那你为了你某个政党的政治利益 你就一定要把自己台湾 逼到那个墙角 然后就告诉所有台湾人 我们都被大陆压迫 事实上是这样子吗 根本没有必要走到这样 就为了你自己的政治利益 就弄了半天 你也没有政治利益 但是结果呢 让台湾陷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 然后这前两天 他们终于承认说 不可能台独 就是美国 对 民进党前国安会秘书长邱宜仁 在接受了陈水连访问的时候 他是民进党最大的 过去是最大的军师 他自己承认讲的真心话 就美国是不可能支持台湾独立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教育 是导向这一个方向 大家都清楚不可能 你觉得蔡英勇不知道吗 知道啊 那不然他们已经执政 从李登会开始 他们执政多少年了 你要是有那么大的勇气 你为什么当初不读呢 结果到了今天 你在立法院已经是 所有的举手都会通过了 你为什么不敢呢 那你其实那个都是炒作出来的 为了自己的个人 或是政党的政治利益 可是你把全台湾 一带的人拿去陪葬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 不道德的一件事情了 我也可以举个例子 我们台大一个年轻的教授告诉我 我们台大 台大某一个系 在商学院的某一个系 应届毕业生 30%到了欧美 70%到了大陆 一个没有留在台北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未来的市场是在那个地方嘛 那你这样的一个一些人 你为了生活 为了就业 你不能讲不得不啦 其实你到了那边去服务 结果呢 你会发现说 到了那里你会受到一个 很大的文化冲击 你会发现说 原来搞了半天 我们从小成长的时候 政府并没有给我一个重要的讯息 政府并没有把我好好的中华 我的国文 中文没有帮我培养好 我觉得对这些年轻人都是一个损失 他要是中文够好 他是对中国的历史了解够好 他在大陆会 会更 他在职场上会更顺利的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是已经是在发生的事情了 这个全世界都在学中文 我们在去中国话 我就不晓得我们 然后呢 我不觉得母语不 母语当然很重要 我对台语好都不得了 但是你要是在学校教母语 我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就说第一个我们有时间教吗 第一个 第二个怎么教 我们闽南语还有点复杂的 全周音张周音 事实上大家口音都不太一样 客家话也是 口音都不太一样 那我请问你是哪个是统一的版本 然后你小孩在成长过程里面 你要他一下子弄得这么复杂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氛围 来 来让小孩子了解闽南 而且你还不能讲台语 事实上他是闽南话 真正我们对台语的保存 其实已经是不够的了 就像我们这一代会讲台语 真正懂我们那时候叫汉文 真正懂汉文的人其实不多的 我的祖父那一代 他们可能对汉文的还很了解 那这些人在哪里 这些人在泉州啊 这些人是在闽南 那你要是把那些都也都切断了 其实我们现在讲了台语 我们也只能讲说你会讲台语 问题是台湾的台语的这个真正的根在哪里 他的文学在哪里 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大的handicap 没错 母语其实是需要保存是需要保留的 但是呢因为现在呢 教育部他直接上了一个法 就是叫做国家语言发展法 入到了108年的课纲里头去 那以前是国小要教母语 后来是国中要教 现在开始连高中也设定都要教 就他也排挤了其他的课程 就像老师说的 其实一个小朋友 他一个礼拜上几节课 那是固定的 你今天要是把这些东西再加进来 他就会排挤到其他的课 这个是很专业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要全盘来考量 而且我们在台北县还碰到一个问题 大家就觉得说根本不是问题 台北市的国小 国小一年级教英文 那时候台北县的国小 三年级教英文 惨了庞大的压力 我们是国小三年级才教英文 然后所有的家长都在complain 难道我们是二等公民吗 我们有庞大的压力 要去在国小一年级教英文 那你知道这件事情有多复杂吗 我请问你私之在哪里 私之在哪里 你没有好的私之 你宁可不要教 你没有好的私之 一开始你把他的发音 把他的这东西都教坏了 事实上他到后面要转回来 很难转回来 所以私之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我们还真的研究了 全世界非英语国家 从小学一年级教英文的 跟后来三年级 或是甚至初中才教英文的 其实小年小学教英英文的效果并不好 所以不用那么急着 不用那么急 让小孩一定要在很小的时候 就要双语教育 他其实先把母语 先把我们的中文先学好 之后再慢慢的循序渐进 反而是比较好的 像我们我们是初一才学英文 我也不认为我今天 我初一才学英文 我们在国际的场合走动 老师都可以用英文辩论的 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 那个其实问题不大 其实我是觉得 这个都是教育的专业 我觉得你今天要不要学母语 你的整个课程的整个 整个的安排 怎么样的排挤 我觉得什么东西摆到选修 什么东西摆到必修 其实我们要考量一个小朋友 他要塞进这么多的东西 现在小孩更可怜 还要上什么 那个什么科获辅导 那叫什么 要学音乐 要学什么一堆东西 要学东西非常的多 然后父母把自己小时候的 所有的遗憾 全部都加在他的小朋友身上 所以他要学围棋 他要学音乐 他要学钢琴 学小琴 他什么都要学 其实他的童年 我觉得是很辛苦 现在小孩真的是压力山大 压力山大 压力山大真的很辛苦 很多的父母 我也当了父母 现在当了祖父母了 真的奉劝很多的父母 第一个要先认识你的孩子 第二个要让你的孩子认识自己 第三个不要把你自己小时候的遗憾 全部都加在这小孩身上 他的压力太大了 不是每个小孩都适合走学术这条路 不是每个小孩都一定要走这条路 其实我们成长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案例了 就像我小时候 我们那小时候 都是有放牛班跟升学班的 大概升学班只有两班三班 因为我们一个小学大概七班吧 升学班大概不到三班 其他四班是干嘛的 毕了业就就业去了 就以前的教职 教职的教育 技职教育 其实做得非常的好 一下就分开了 那这些这些人 他也许因为他功课不好的原因 也许是因为家里的这个经济原因 他就是毕业了业以后高 我们是因为还好有多读过中 我们的上一届 上一届是有了这个小学六年级 他就去做事了 然后这些人后来去读了 这个专科学校 然后今天其实好得很 并没有不好 成功的人非常的多 成功的人很多 然后读大学的另外这些人 其实并没有过得非常好 也不是说每个人读了大学 你就很了不起 其实并没有 对老师我们看到 这二十年来的教改 其实也破坏了技职的 一个教育阻系 一塌糊涂 就是我们在 我们看到在将来 可能技职教育出来的 这些专业人士 可能在跟老师的那个年代 少了非常非常的多 对于整个的国家的一个发展 其实并不是很好 其实教改 每个人都诟病 今天一百多个私立大学 都在倒闭的边缘 然后呢我们把台湾其实当初最骄傲的 非常的一块就是我们的技职教育 我们有最好的 以前最好的学校叫台北工专 那是好的不得了 我很多的这个同学考上了建宗 最后决定不读建宗去读台北工专 因为他是一块精致招牌 他毕了业以后 其实他的 他们这个学校的表现 是非常好的 是非常让雇主喜欢的 而且他很扎实 可是你今天把他的精致招牌 把他的强项丢掉 然后把他变成一个科技大学 结果他他在技职里面 他是强项 结果你让他的强项丢掉以后 他变成科技大学 那你变成科技大学以后 那我请问你 那你要跟台湾大学你怎么拼 就变成说你反而你的强项不见了 你用你自己没有那么强的地方 要在这边竞争 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我们今天很多的工厂 找不到好的好的技术人员 我们最骄傲的这些 我们的精密工业 最骄傲的我们的模具 最骄傲的那些技术人员 事实上他们都年纪大了 慢慢的传承都会出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说的年轻人 90%都去念大学去了 那你念大学第一个 念完大学你叫他去当 这个技术人员 他拉不下那个脸 他觉得我是大学生 我为什么要去做黑手 我们还把它当做欧臭 其实在欧洲 尤其在德国 黑手是很骄傲的 而且他们的薪水都很高 他的薪水很高 他是非常被尊重的 你知道在美国 你叫一个这个plumber 你叫一个 你那个水电工要花多少钱吗 他们是被尊重的一个职业 结果我们就 我们台湾人叫做两个字叫黑手 那没有人要当黑手 没有人愿意去读 所以慢慢的这边也会变成一个断层 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 也需要仰赖这么多的外劳 因为这些工作我们的人都不做啊 这些工作我们的人都不做 那我们人出来的以后要干嘛 我大学毕业 我要做服务业 我也不要说我要做 我也只会做 我也只会做 这样的一个工作 可是这样的工作 也不尽得适合你做 然后我们 然后另外呢教育资源的浪费 其实培养一个大学生 不管你有没有好好用功读书 国家在你身上是 是投资相当多的钱的 那是一个教育资源的浪费 结果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培养出这么多的大学生 然后其实他并没有发挥到 他自己的该发挥的地方 国家需要的人找不到 我们也没有训练出来 然后这一些人呢 有很多人他会活得非常不痛快 一辈子活得非常不痛快 然后呢我们需要的人 在这里面找不到 我们也没有培养出来 然后整个技职体系崩盘 然后最荒谬的是 从头到尾没有去检讨 教改到底是谁 都发动的 教当初是怎么决定的 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谁该负责任 没有啊 教改从来没有检讨过 它就真的发生了 你问他说是谁 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知情 啊不知道 反正我们就这么干了 这听起来有点像是 我们现在的疫情大爆发 然后呢大家 没有办法去追究三加十一 到底是谁决定了 一样的道理 就是很多做决策的人 到后来都不用负责任 这个我是觉得民主政治就是责任政治 今天你会发现 很多的政务官满口谎言 今天讲的跟明天讲的不一样 然后呢他他说我要负责任 那今天还每天坐在那里 那假如是这样子的状况 就是一开始你讲的 我们怎么教小孩子啊 我告诉我们跟学生讲 你不能作弊 他说老师呢 这些人每天都在作弊 为什么他没事我就有事 然后我跟他跟小孩 跟年轻人讲说 你要好好用功读书 你才会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对了我好好用功读书 最后就跟你一样而已了 我要是可以像 最近很有名的那一个人 我只要走对方向 我今天可以当立法委员啊 那我为什么要好好用功读书 我只要跟对人 这个这个擅长 现在是市面上的那一招 我只要挂对了派系 我说事情都不要负责任 我可以吃香的喝辣的 我干嘛好好用功读书 这是价值观的扭曲 价值观在这个社会 是被严重的扭曲 扭曲到我们都不知道说 现在的年轻人脑袋里面 到底在想什么 老师你现在所接触 很多年轻人 是不是他们对于未来的愿景 其实是很模糊的 以前年轻的时候 就像老师年轻的时候 可能对未来是有规划的 是很知道将来要做什么的 但现在年轻人是不是不完全 没有愿景啊 为什么一个非常可怕的三个字 叫做小确幸 害死了一堆人 为什么小确幸 我就过了小日子就好了 国家关我什么事 这个世界关我什么事 全部都在搞小确幸 没有愿景 不要说年轻人没有愿景 我请问你台湾有愿景吗 我们我们的愿景在哪里 我们就是在这里面 这所有的人 台湾人慢慢的 都把自己锁在这里 然后每天看着都 都是这块 这么一块小饼 没有人敢去看 这个世界的大饼 没有人有 没有人有国际观 没有人有企图心 就像我们小说 因为很穷 所以怎么办 你就好好用功读书 然后到美国出国留学 你可以出源头地 那是 对不对 那另外一回事 但是那是一个 你可以追求的目标 但是现在我们的学生 我相信优秀的还是有 现在学生读到硕士 他会跟我讲说 老师我不想读了 因为读博士呢 第一个 太辛苦了 第二个 投资报酬率太低了 我们不读了 所以我们最近找 像我 估计这个 再过两个月要退休 下个月 我们学校 老师确定要退休了 老师不是再延一年吗 后来又延了一两年 反正 但是我们这一 我们就是退休到民国 45年 四十几年退休 我一堆同学都退休了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补不进来 全部补不进来 因为我们在过去十年二十年 所教的学生 出国留学 第一个大部分都留在台湾 读硕士 有一部分出国留学了 叫他们读博士 比例非常低 然后呢今天 因为第一个本来就没有 制造那么多的 这个自己的 自己学生去读博士的 然后你今天要叫他们回来 他假如他真的读了博士 他也不回来 为什么 年改把我们的 把我们的薪水 砍得一塌糊涂 然后我们这个行业 又是一个国际市场 我今天在美国 在欧洲 在全世界的一个顶尖大学的博士 我第一个优先 我当然留在 留在 欧美 然后甚至 到中国大陆 为什么 到新加坡 到新加坡的人很多 很热门 为什么 薪水是我们台湾的四倍 我当然留在那 爱台湾三个字已经不够了 他因为我们也不能怪这些学生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国际市场 然后他们留在那 留在那以后 过了十年生根了 他回不来了 他想回来 他也回不来了 所以我们有 我们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断层 这就是当初 我们一直跟民进党建议 你们的年改 要非常小心 不是说我们公务员 好像在争取我们自己的权益 而是说你年改 你这样子很粗糙 这个粗糙的这样一弄下去以后 你造成了什么 造成了什么呢 造成了优秀的人 不敢进 不愿意进公务机关了 不愿意进公务机关 然后我们大学找不到人了 那你觉得这损失有多大 然后年改一年省多少钱 一百八九十亿吧 一个前瞻计划八千亿 对然后最近的书困 八千四百亿 好那请问你 你把我们搞得元气大伤 让我们的整个政府基本上 这个产生非常严重的这个生态问题 让我们的学校找不到 一个好的教授 我就真的很担心 我们今年退到四十五年次 再过五年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这些教授 连资深的教授 都是在九零年代左右回来的 其实他们这些人 在五年之内会全部退光 那全部退光以后 我请问你 你去哪边找教授 你去哪边找教授 那我们我们又没有完全 我们又没有完全国际化 在国际上也没有问题 为什么 你可以找外国人来教书啊 这也没有问题啊 可是问题是 我们今天呢在国在大学是一个社会 你讲英文问题不大 可是问题是他要去拿project 他必须要跟政府单位打交道 我们政府单位是讲中文的 他他这些外国教授 他只会写英文 他没有办法拿到计划 所以他的计划也没有办法成长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 的一个国家 所以外国人到台湾来 一个外国教授在台湾来 他要生存很辛苦 最有可能到台湾来的是什么呢 是大陆的 这些学生在国际上毕业了一夜 他的学历很好 他会讲中文 因为同文同种 同文同种 他到我们这里来 他其实没有适应的问题 可是问题是 这些人是来不了的 因为政治因素 他们来不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们今天 今天我们台湾自己的identity没有 国家的愿景没有 我们要走到哪一条路 不知道 然后大陆在崛起 一个庞大的磁铁 把我们的人也吸去了 资金也吸去了 然后我们 我们每年输出多少的白领 其实我们的白领是一直在输出的 然后我们输进来的都是蓝领 我们输进来的是蓝领 我们流失的都是白领 我们的人口结构在 在很微妙的变化 这些事情我们从来不谈 从来直接跟教育没有关系吗 这跟教育的关系大了 我再告诉各位 到了2030年 我们13.5%的20岁的年轻人 他的妈妈是外国人 就是所谓的外籍新娘 跟他外籍新娘 所生的小朋友 这叫新台湾之治 2030年 13.5% 比例不高 比例够不够高 他的妈妈是台湾人 那我请问你 这些小朋友 在他的成长过程里面 政府有帮人家的忙吗 没有 我是第一个跳出来 在我们台北县政府 成立火炬计划 我先开始募了一千万 开始去协助这些 加来我们台湾的 这些外籍新娘 让他们再可以站起来 辅导这些小孩 第一个你是台湾人 你要懂中文 你要感谢你妈妈的语言 你要感谢你妈妈的文化 让他们可以站起来 可是呢 我离开政府以后 我在内政部的时候 一年从外配基金 拨两亿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离开以后 这两亿被立法院删掉了 所以这13.5%的人 你就想 我们都自己觉得 自己很辛苦了 我们的小孩都很辛苦了 那他们呢 他们更辛苦 他在一个过程里面 其实他自己会 这些小朋友的心理上文化的认同 其实也没有人去照顾到他们 他们有没有可能会被歧视 他们非常可能被歧视 他的妈妈在家里 有没有地位 我相信应该不高 那他的妈妈要是家 在家里没有被尊重 小孩子没有去尊重他的妈妈 他的人格会是一个完整的人格吗 那这样的一个这么高的比例 怎么办 因为他还是我们的国民 所以我当初看到的是什么 我看到的是一个最大的危机 但是我恰恰看到的是什么 最大的转机 我那时候在台北县好几个学校 我们开越南语班 泰国语班 印尼语班 还有菲律宾语班 干嘛呢 就告诉这些小孩子 你要学越南文学 泰文学你妈妈的语言 那时候就在教母语了 那时候就在教 而且是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你要让这些小孩子认同 但是我的scenario是什么 这些小孩要是从小 他在学校有拨了种子 回家跟他的妈妈学 到了今天 他会讲流利的东南亚语系的语言 你觉得是我们台湾的强项吗 你知道今天你会讲院 你觉得是我们培养的人才了 另外一块的人才 你觉得你知道 你今天会讲越南文 你一个台干会讲越南文 你知道你的薪水有多高吗 你的薪水非常高 为什么 我们今天有八万台商在越南 找不到会讲越南文的台干 没有因为市场上没有 我们的人也不学 我们根本基本上不教这种语言 可是这一些小朋友 你要是你 你失败掉他一个未来竞争的机会 就是我那时候跟 我们台北县有303个校长 我就跟他们讲说 你们不要把他们教育成汉人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 多元文化的一个产物 你应该要让他 接受到中华文化 接受到台湾文化 同时 感谢他妈妈的文化 他会讲越南文 会讲他妈妈的语言 我们到了2030年台湾是不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国家 我们有十分之一强 我们的国民会讲 流利的东南亚语系的语言 他的亲戚他的表兄弟都在 都在那些地方 你觉得这是我们 可以跟他们打交道的强项吗 所以 很遗憾的是 这些东西并没有在教育部的脑袋里面 并没有 我当初在推 新著名火炬计划的时候 其实我的移民署的署长跟我讲 他说部长 这是教育部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要 我们要编两亿呢 我说那是中华民国的事情 他们不做我们做 结果 在开会讨论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他们很排斥 他们觉得说 哎呦这么麻烦干什么 你念成不干嘛 多管闲事呢 所以那时候我压着他们做 可是后来我一离开以后呢 这件事情就不再是优先顺序的 那回到 要是回到他原来的这个 你觉得我们对外籍新养的工作 都在干嘛吗 都在叫他们穿着他们的民族语言 然后做他们的那个家乡的美食 然后唱歌跳舞 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已经做完了 那至于说他的生活的需求 他这些都是表面的 全部做表面 所以你会发现说 现在台湾的氛围都在做表面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在追求民调啊 大家都大家都在都在抢选票啊 大家都在抢什么 抢声量 都在抢都在抢声量 那你既然是抢声量 就告诉你不会有深度 所以又回到了价值观的扭曲 对我们没有深度 整个国家没有深度 那我就很担心 再过20年吧 这个国家要交到 年轻人的手上了 那请问你 我们我们帮他准备好了没有 你要怪他们吗 还是要怪我们 那当然是要怪我们的 因为他们是被迫 接受这样的一个教育 可是问题是 等他哪天真的出了社会以后 他发现说 原来你们并没有把我教好 原来我完全没有竞争力 我们今天竞争力都还在讲 在台湾的竞争力 我请问你 你有国际上的竞争力吗 为什么我们今天疫苗搞成这样子 我们多久没有培养 国际的谈判高手了 我们多久没有培养 我们今天 基本上没有在培养 这样的人也没有机会 民间很强 因为你看这些民间 国际的谈判高手 一定有很厉害 政府没有 因为这样的人并没有被培养 因为现在的当权者来说 他的视野只关注在岛内的事物 他只关注在他的政治的 他自个人的利益跟政治的利益 对 老师我们看到 从五月份疫情爆发以来到现在 就五月份疫情爆发之后 然后全国进入了一个三级的警戒 然后一直到现在 传出在几月的时候 可能会开始的微解封 或者是多久以后可能会解封 老师怎么看这一两个月来 整个执政单位包含了政务官 他的作为 就外界觉得说很多的事物是 很多的状况是兵荒马乱的 甚至很多的决策 好像不是照着理当应该走的步骤来走 而是完全只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好久以前在你的节目 刚刚开始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是建议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条路普筛第二条路打疫苗 没有了 不会有第三条路 今天是不是这样 他们所有理由排斥普筛 但他的普筛是被迫后来之后 被迫他然后我请问你 那他前面讲的话呢 一个政治人物 你不能今天讲的话 跟昨天讲的话不一样 这是一个政务官最基本的要求嘛 你当初讲普筛会怎么样 那你到最后突然转弯说我要普筛了 在过去 这种状况他就下台 因为你不能跟你 昨天的政策不一样 除非你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说法 第二个 国际上已经先演了一年给我们看了 该怎么样疫情爆发 该怎么做的标准作业程序 人家已经演了一年给我们看了 你不看书你也会看电视吧 你没有尝试你也看电视 人家怎么干的 然后呢不能盖方昌医院 因为那是大陆 方昌这两个字不能讲 因为那个太可怕了 是大陆的我们不能用 我当初建议他们说那么多的空营社 你为什么不拿出来 稍微改一下就可以用 然后你就会发现 你在你这个普筛 你无症状确诊轻状重状 事实上一开始就乱成乱成一团 然后呢 好了那你要封城 那那时候呢怎么封 在国外就告诉你 就真的完整的封个两个礼拜一个月 完整的封掉 但我们的三级警戒的封城不太一样 我们就是封一半 一半 就说你要封就是彻底的封 然后全面补塞 然后让大家 然后找出这些被感染的人 给他一个适合的地方可以去 应该有足够的医疗设施 协助他们 然后 广打疫苗 这个就是唯一的路 结果我们就封了一半 那当他一开始封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那时候 事实上不要说我啦 有常识人就会告诉你 经济会出大问题啊 中小企业摆摊子 那些不赚钱 不赚钱就没饭吃人 会出大问题 今天才知道吗 今天才知道吗 你早就该知道了 国际上已经演了一年给你看了 结果呢这些家伙呢 还在算计自己的国产疫苗 对不起不是国产是民间的 然后到了今天不敢讲国产疫苗了 因为气球被吹破被戳破了 然后还有所有的理由 然后今天买的疫苗进不来 有所有的说辞 然后疫苗从欧洲 送回来华航去飞 还特别去强调说 他要避过中国的航线 就是说他一定要营造一个好像 中国大陆一直在打压我们 这个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 这个就是说他连这种地方他都在算计 然后就一开始就把矛头丢向双北 然后把矛头丢所有的炒作都是在炒作 你看哎呀双北做的那么烂 因为他们都不是民进党执政嘛 就把矛头都弄向双北 那对不起对不起三加十一 陶渊你们怎么就不谈了呢 就说这里面到了今天还是充满的政治算计 真的看的令人恶心 就是完全充满的政治算计 老百姓真正需要的他们根本不在乎 他在乎什么 我的公投怎么办 我明年2022怎么办 这几个人好像是我未来最大的政敌 我一定要让你 一定要把要让你 趁这一波赶快打他 打他 然后郭台铭有可能要跟我选总统 打他 所以我一定要一定要让你做的很不顺 我觉得你从头到尾看到他们 就是充满的政治算计 他们根本没有诚心要解决问题 这个我是觉得很遗憾啦 可是民进党这么做 他其实已经自己陷入僵局 难道他没有自觉吗 他陷入僵局我根本不在乎 这个政党早就该被淘汰的 可是问题是 但是他是带领台湾陷入僵局 这问题是台湾陷入僵局的 好我请问你 一家一家的店都收掉了 你觉得他们还有能力在站起来吗 你觉得他领你两万块三万块 他会感谢你吗 对他有用吗 你今天要是有八千亿 然后他要发钱发八千亿 我觉得不会把八千亿拿去分给你们 而是我利用八千亿 去营造一个氛围让大家 有有钱赚有机会 这才是你你做大企业 你你做一个国家领导你就要有个vision 就像我过去举的例子嘛 今天呢民进党是把那包种子拿出来 煮了一锅饭让我们吃完大家就再见了 因为种子没有了 你明年要夏天对不起种子被你吃了 所以我是觉得今天真的还是那句话了 广塞打疫苗不会有第二条路 而且我们再提醒大家 现在变种变种的那个的那个Virus 现在已经到了Delta Plus 很快的是看起来这个更强的这个病毒会 已经会一再袭击全世界 今天打一剂打两剂已经不够了 人家已经打到三剂了 那你觉得今天我们还在纠结于买疫苗 我觉得你要看起来明年你不打到三剂 其实你在国际世界是走不通的 完全孤立了 完全孤立了 那你完全孤立 我请问你 你怎么做生意啊 今天好 全世界只有台湾跟大陆好像是 进来要关两个礼拜的 那为什么要关两个礼拜 因为我们都没有打疫苗 不能开啊 那在国际上人家打了疫苗 有疫苗护照的 他们可以互相旅行 那我们来台湾就要先关两个礼拜 我请问你谁来 那你是不是又把自己给陷到这个僵局了 那至于要不要关两个礼拜 是你们这几个人讲了就算了吗 那为什么不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干的呢 而且讽刺的是 国外的感染人数都比我们 多甚至死亡人数都比我们多 那他们唯一比我们强的是什么 50%打了疫苗了 很快的80%打了疫苗了 你就会发现只有一条路叫做打疫苗 那你今天打疫苗怎么办 赶快去买疫苗嘛 还能怎么办呢 你让大家打了疫苗 让大家可以做生意 大家可以赚钱 他并没有我们并没有想要领你那两万块嘛 我领你那两万块要干什么呢 那为什么老百姓的心声这么明显 你们都可以这么冷血 然后我其实我最近你们注意了 我实际上不太想看到他 陈思忠每次出来他的口罩的每天都不一样 你会发现说他的心思居然是在他的口罩上面 他每天都在戴不一样的口罩 他还有心思在口罩上 他还有心思在口罩上面做文章 你不觉得这个实在是够了吗 你要真的很热心很辛苦 你会在意说我今天的发型吹什么样子 我要穿什么衣服 我的口罩要戴什么样的口罩 我的口罩要传达什么讯息 你不觉得都是凿恒吗 太多的凿恒了 真的我是觉得也是上次讲的啦 今天这个疫情已经是复合式的灾害 已经超过陈思忠有办法避免的 再加上他的扭曲的一个意识形态 他已经让把台湾逼向一条一个死角了 我们真的奉劝民进党嘛 做damage control 赶快换一个有能力的人 不然我们真的 疫情是一件事情的 我们经济垮掉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垮掉不会再站起来 很难再站起来 不是不会再站起来 很难再站起来 花很多的时间了 真的我们现在的问题 绝对是经济 但是慢慢的就发现什么 很多的人心理上他过不去了 心理因为他完全绝望 每天关在一个小屋子里面 他心理的压力有多大 要就是你是一个储蓄很有限的人 你的钱都在烧光了 我请问你这位父亲他怎么办 然后下面就是什么 下面就是治安的问题 下面就是治安的问题 这就是从世界上你看出来 从历史上你看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pattern 所以这个灾害 叫做复合式的灾害 已经远超过目前我看到的这些人的能力 是有办法避免的 真的赶快专业的面对 希望当权者能够放下意识形态 真的是导向正轨 今天非常谢谢李洪源教授 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做精辟的解析 也请大家在看完了 《洪流洞见》之后 按赞在底下留言 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老师 好 不客气 谢谢